额股推介是中广核电力1816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是 核能发电低碳稳定 2022年中国核电大电量 占全国比重4.7% 低过世界平均水平9.2% 预期电力需求增加 加上政策因素驱动下 核电仍然看好 顾份留意 坐拥中国过半数核电站的中广核电力 由2014至2022年 公司营利年複合增长率7.2% 派息比率由超过量性8提升到大约4.4% 公司曾经规划2021至2025年 派息比率将在2020年基础上保持息度增长 根据彭博作品商的预测 公司2023至2025年营利年複合增长率7.6% 预测息率分别是4.4厘、4.7厘和5.1厘 走势上 中广核电力去年11月以来自作向上 昨日收入2个死毫衫 短期可以汇丰和中金 给予目标价2个6为目标 未持有的话 建议等候2个已附近吸纳 跌穿2个一走减折